枪枪三人行 渣老师许久没来了 我也许久没来了 你也是 对我这个大病出狱啊 对吧 我发现这个观众朋友还是很想念我的 我这个久病之后啊 上个礼拜闪光复出嘛 是吧 做了一集枪枪三人行 反响非常的强烈 骂声一片 你说什么了 因为我们说了郭美美 我们枪枪现在有微博啊 大家赶快上去骂去 这个就是在千言万语啊 我给你这么总结 骂的一句话 就是说要是不聊红十字会 聊什么郭美美炫富 聊什么人肉搜索 那你就都甭聊 连累得呀 这个陈丹青老师也这个挨骂 陈丹青老师的话呢 我给你总结 我我我我断章取义啊 他的观点可以说就一句话 哎嘛 他说什么呢 这个这种人肉搜索呀 让他联想起 他是过来人吗 让他联想起文革 然后呢 这个陈丹青老师今天打电话 给我们说这几天 他这个电话呀 都给打爆了 多少人啊 有亲人 有朋友 有这个这个批判者啊 都有 所以呢 这个陈丹青老师委托我们 哎 他现在正在奋笔集书 他呢 会在这个星期五出版的南方周末上面 发表文章 第一篇 然后下个礼拜五南方周末 还有第二篇 就陈丹青老师啊 会就大家对他的这个意见啊 进行这个回应啊 那么而且呢 他听说是你们两位来啊 也建议你们两位可以批判批判的 这大字报奇闻是有有有来有往是吧 必须反批 然后我们再评点 不是 这个我我跟你讲啊 就是我可以招认 就是说呢 倒也没人通知我们说这个红十字会 这事不能聊 的确啊 是我这个人吧 个人兴趣大于社会责任感 就是这个 我我我看了一晚上啊 我这个确实是被对这个郭美美的这种人肉搜索 现场直播 这种无穷的这个伪力啊 把我给震撼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在在我心里的兴趣 当时我真没了解到什么民意 我觉得哎呦 可以这么样的盯着一个人呢 我无所遁形 就这件事引起我的这个感叹呢 更大 所以呢 我就挑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啊 我是不是也没给人家丹青老师把情况啊 介绍清楚 就我也啊 也没给他说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郭美美这个事啊 是什么呢 要不是因为他这个爆称什么红十字商会的什么总经理啊 不会有那么大的 没有这么样的狂涛海浪 引起人们要不是人们对红十字会的这种嫌疑啊 也没这么大动力 这肯定差别很大 因为比如说我正好前些天在在云南没有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 等我回到北京听到这个的时候聚焦点完全在红十字会这上面 每一次引起在网上引起最就是最大的反响的总是因为他炫富连到了某个点 比如说慈善或者官员或者权力反正总是跟权力有关系的这样引起大家就一下炫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对吧 就是对权力的不信任 我觉得主要在这再加上这个这次又更加就是刺激人的就是说不仅是跟权力 而且跟慈善有关系 那你就把所有的人的这种这个对对这个善的怀疑对公益事业的这怀疑对以前的不透明立法全连一块的炫富反而变成奇策 而且徐老师这个很多黑材料今天整个专门穿了红衬衫 这个变化太快了我看了一点都没用 有看过我先回应你们那期节目有看过你们那期节目的朋友跟我说 说压力太大了不让说 所以三人一行你看避重就轻啊 我说大概事情没那么复杂 我说可能就是陈南青可能并不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后情况 只是讲这其中的一部分 另外呢也可以证然说因为现在这个网上群众运动啊 他有他好的积极的一面但是任何事情他都可能有副作用 那么他可能比较联系到过去的历史嘛 他就讲了一点副作用 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目前的这个这个网上就这次事件来说 这次事件我也有关注啊 我看下来的第一个感慨就是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但是我对整个这个事件本身啊 我现在有一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事情基本上是 有一种猜想啊 我的猜想是操作出来的 谁操作出来的 比较有可能的是马萨拉迪操作出来的 整个这个事件呢 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 郭美美 明玉 他的妈妈也被牵连 他现在的什么男女王军 所有叫王军的中国很多有钱人都 所有姓郭的当官的都都害怕 那红知之商业红知之会所有这些公司什么 还有 我跟你说 钟鸿博爱 还有一个这个爱马仕的竞争对手 策划 他要把这个品牌啊彻底的庸俗化 二奶化 有人说 我对二奶没有歧视的 所以你们想想我们这个福尔摩斯的基本原则 一件事情当中谁得意吗 这里面我本来想想爱马仕可能 这次有人说网上都是福尔摩斯 那么这些福尔摩斯他们都得意 他们也不得意 他们就像你一样 他们的爱心和良心 不 他们的爱心良心得到满足的时候 如果他同时他也有在做生意 如果他同时也是什么领导的女儿 他一面看 在满足道德正义的时候 他心里也害怕 因为想万一这样扫到我 我怎么办 我也信郭啊 这个 我怎么不是这么觉得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二 你说这个二奶还真的是可能是就是有点二 我不相信他 照你那个说法 就是这个二奶也是关键的 这个叫马萨拉蒂的一个演员 现在是什么 孔子约 孔子不是孔老二吗 孔子约见过二奶 没见过这么二的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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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猜想 我的猜想 一是马萨拉蒂的一个精心策划的广告 所有人都在配合他 我的第二个猜想是 郭美美是反贪英雄 卧底 他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反腐防贪的这个这个事业 他做出的贡献是没人能比的 他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各方面 这是卧底啊 这是潜伏啊 你知道 这个徐老师这个小品文做的不错 这这么小品文的 你们不觉得是吗 不是 但是说正经 一脸正经 徐老师 我说的就是正经啊 对 是 你说的很正经 我跟你说点不正经 你们就是不相信 感笑了 坏笑出来了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就开始怀疑你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美女肯这样做 这是不容易啊 你知道吗 徐老师最近跟我一样 刚做完心脏检查 你知道吗 对 我就跟你说呀 我都不相信 为什么 为什么做这个节目 做了十几年 我就落下一个心脏病了 我这个前一阵这病啊 用一个话可以形容 就添了点赌 邪宝赌吗 不就添了点赌吗 我告诉你 就是我觉得就是 几乎任何一个我们社会 现在的这个激烈的这个话题啊 站在我 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最后的结果 都是天里边赌 你说我是什么观点 我跟你说 我的观点就是没观点 那么你说我 我什么立场 我的立场就是没立场 你要非说我要有观点 有立场 那就是像赌车 回回都赌车 我就是说 我得给大家 我们赌赌三人心 对 我给大家讲实话啊 我不知道这个 陈丹青老师在南方周末上 他会怎么写 他这个观点 听说他还挺捍卫 他的观点啊 那我是捍卫他发表观点的权利 是吧 但是我就说啊 我至少有一个部分 是同情 他的感受 对 我也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得这么讲啊 哎 其实观众朋友 你们这样交往我这个朋友放心啊 我如果错 我水平低 你们可以批评教育 但是呢 你可以相信我说的 是我当时想的 这这这确实是当时想的 这这这怎么办 对吗 好 我半夜的时间 在看这个国民美 带着极大的这个兴趣 在在在看所有过程的时候 我也得承认 当然我完全知道 就是说 这个里边如果涉嫌到 假如他拿红十字会的钱炫富 假如有人拿红十字会的钱 包二奶 是吧 假如有人怎么 这这些事情 那就属于这个这个 是可忍 殊不可忍 这都不用说了 大家必须得忍 这个这个就就就不用说了 那么但是呢 我在觉得这些 觉得这女的犯贱 觉得这女太二 是吧 觉得红十字会 假如真的这样 不该这样 不该这样指责他 我觉得 我觉得对郭美美 真是不该这样指责他 这个 这 这 这男人犯的错 这个 揪住一个小女子 这样大家出气 我觉得这不对 好 徐老师 更不要说 她是卧底 这 你接着说 就说是这卧底 这 我就是说呀 我先把这些理由讲了 我就是说 像这种情况 你哪怕就是说 如果这些事情 得以证实的话 那红十字 确实在我心里 就是黑十字 对吧 但是呢 你们都穿 我一方面呢 是这么想 这些理由 咱先说了 另一方面 我得说句真话 不管怎么着 我有时候现在想 就是说 咱们要是一个什么组织 咱开会 说他黑 但是咱们要不要这么弄他 人又搜索他 挖他的隐私 公布的车牌号码 身份证号码 他家里人 他家庭住址 在哪 哪怕你们说的热血沸腾 我会说 我这个保留我的意见 就或者说你们敢 我不敢 那么就说你们 你们挖出来 我可以谴责 但是我不做这个事 请不吝点赞